这个小女孩一出生就会开口叫爹爹 两岁便和父皇上朝堂 三岁便能治理朝政平四海天下 连父有嗜血暴君之称的皇帝 都对他言听计从爱不释手 因此成了的女儿控 她是顾诺尔 大弃国唯一的公主 皇上的掌上明珠 还是锦里先附身自带好运 砍头杀人诺诺可是不允许的 不杀不杀 爹爹只是开玩笑的 快拿奶糕给我的小诺诺 在诺诺的治理之下 前线也传回好消息 白大将军击败敌军得胜回朝 此刻已进城门 皇上前几天才听说白将军要回京 没想到脚成那么快 随即高兴地抱着诺诺携带 重爱请前去迎接 小诺诺掏出自己最爱的糖果 打算赏给白将军 白义是大齐国骁勇善战的第一猛将 这次除了歼灭敌军外还带回一物 据说很是凶猛 提醒各位保持距离后 一把扯下遮盖的黑补 匿米多高的大铁龙关的不是狮子牢 而是一个少年 听闻他嗜血成性 乃是狼群里厮杀出来的狼王 诺诺一见到他却两眼放光 趁人没注意揣着糖果小跑过来 哼吃哼吃爬上铁龙 漂亮小哥哥 给你吃糖糖 很好吃的 你饿了吧 快尝尝 少年愣愣地看着这一点 都不怕他的小包子 随即接过糖果吃了起来 他已经饿了好几天了 皇帝一脸惊悚地看着这一幕 生怕自己的宝贝疙瘩被咬到 这是一个侍卫批断锁链 操起刀就往诺诺砍去 诺诺一脸疑惑地看着 突然发电的大叔叔 这个小公主一出生就会叫爹一 两岁就跟随父皇上朝堂 三岁便能复父皇治理朝政 这天 大骑国的第一猛将打了圣仗改选 并带回敌国的嗜血兄 一个堪比狼王的鸿蒙少年 诺诺一眼便看上了 这个漂亮的小哥哥 还把自己珍藏的糖果分享给 这是一个混淆在军队里的 敌国精细趁热锁 提见便往小诺诺自去 众人背着史料未及的影响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少年一口堆太怒鸣 直接勒住着过来的景气 他眼貌猩虹 俊秀的脸天上一门 只听喀一声脆响 骨手便捏碎了奸细的脖子 皇帝深怕吓着自己的宝贝龟 赶忙抱起他 咬头咬牙怒声吩咐 剩下的俘虑脆尸万里 诺诺文言着急的强谷 小胖子上下筹马 不可以 爹爹不可以杀人 让他们去帮小骨骨骨的刷马骨 不如我们挣扎拉哈多 我们是一波门战 手指可握刀剑 让我们刷马骨 你不如直接杀了我们 皇帝勾成冷笑 正看你们精力充沛 一定刷得很干净 就按公主说的办 突然怀里的诺诺呼喊着爹爹 波光水灵的眼里满是恳求 娇声道 爹爹放了漂亮小哥哥吧 小哥哥救了诺儿 而且他不是动物怎么能关起来 随即展开萌娃公式 皇帝看了会怀里的小宝贝 终究熬不过自家闺女 只得吩咐白衣把他放了并交给他教养 但若他伤人定与他同罪 小诺诺在父皇怀里笑得像个奶团子 临走前还约好明天送糖给他吃 少年定定地望着他们的身影 白衣看着眼前少年 主动询问他名字 少年冷漠转身简洁回到 叶思明 几天后小诺诺偷偷跑出来玩 急得乔贵妃团团转 小公主顾诺儿可是皇上乔贵妃 乃至全宫人的心头肉 小公主要是出事几乎全宫都得陪葬 此时的诺诺浑然不知宫里 为了找他已经乱成一团 他找到了一只小喵喵 三岁的孩子竟然独自一人跑到河里 原来他发现了一只受伤的小喵喵 可他不知道的是 其实这是一只小脑斧 小喵喵察觉到有人靠近 竟被吓得一蹦三尺高 直接就蹦上了树 这轻功属实了得 小诺诺为了拯救他眼里受伤的小喵喵 跟着爬上了树 小喵喵只求这不知从哪来的人类离他远点 诺诺颤微微的只差一点点就能够到小喵喵 谁曾想下一秒树枝猛然断裂 诺诺随同喵喵急速往下坠 诺诺一声惊叫 玩炉子了 诺诺还没勾搭上小哥哥呢就要死翘翘了吗 然而想象中冰冷刺骨的寒意却没有袭来 只觉摔进了一个暖乎乎很结实的怀里 几天不见的少年干净俊秀的脸近在咫尺 他很庆幸因为无聊来到这里 不然这小团子指不定会出事 小诺诺乃声乃气的喊了句小哥哥 随即掏出今天刚从贵妃娘娘拿的来的糖块 献宝室的递到叶思明跟前 小哥哥谢谢你救了我 给你糖糖吃 叶思明见他一脸献殷勤明显是想他干嘛 诺诺不好意思的直指又跑到树上的小喵喵 小哥哥 帮帮那只小喵喵 他吓不来鸟 小喵喵只觉我真的酸Q 这人类真是阴魂不散 叶思明嫌麻烦的叹了口气 但还是听话的帮他把小喵喵拎了下来 然后一手浇糖一手浇喵 叶思明包开这第二次吃的糖果赛进肥里 甜甜的 突然诺诺跳起来巴搭上他肩膀 叶思明一脸疑惑的蹲下来 诺诺把手伸到他脑后 摘下别在他头发上的一朵梅花 这是刚刚就小喵事飘落在头上的 看着小包子似的他陷入沉思 这几天以来 他在白将军和他妻子那里感受到从未有过的温暖 可他生性冷硬 怎么都不知道怎么亲密他们 但他想跟诺诺亲近些 睁着珠红色的眼睛看着诺诺道 我有名字叶思明 小包子软软地对他一笑 好的思明哥哥 随后转身道别一蹦一跳地跑了 请便理 诺诺正鼓着小脸声闷起 三岁奶娃竟要养老虎 还非说这是小喵喵 侍女无奈纠正她就是老虎 诺诺表示不听不听 这时皇帝来到 诺诺见到靠山眼睛一亮 跳下坐踏跑过去求安慰 谁曾想跑太极巴鸡一声摔着团子滚泥 小喵喵娘亲妃说是老虎 乔贵妃忙解释是 怕这老虎长大会伤着诺诺 小诺诺生怕爹爹跟娘亲战一对 连忙展开萌娃激光泪眼汪汪盯着亲爹 这直搓皇帝心巴 忙给他擦掉眼泪 想痒就痒 爹爹同意了 文言诺诺灿烂一笑 谢谢爹爹 转身对乔贵妃道 朕的女儿就应当把老虎当宠物 乔贵妃无奈叹气 她忘了这家伙就是女儿奴 今天是诺诺的生辰 文武百官携带家眷早早进宫庆祝 只见一桌琳琅满目的昂贵礼品 皇帝让诺诺随便挑自己喜欢的 看上谁家的重重有少 众人文言两眼放光 连连哄诺诺选自家的礼物 突然一脚飘来黑气 诺诺看到了这坏坏的东西 忙寻找来源 便看到一个散发着黑气的侍女躲在石柱后 诺诺蹬蹬蹬跑到一旁的柱子抱住麻溜的滑下来 跑到侍女面前停下 这一波操作把众人整猛了 侍女看着不知为何跑到她这的公主 不由紧张起来 诺诺胖胖的手指指侍女别在腰间的荷包 里面有坏坏的东西 乔贵妃察觉到不对劲 吩咐人去看看里头有什么 侍女脸色一便利声喝倒 不要过来 随即一把抓住诺诺威胁道 我手里的可是见血封猴的毒药 一点就能毒死这奶娃子 皇帝脸色铁青慌芒允诺只要不伤害诺诺 什么条件都可以谈 侍女扭曲着脸冷笑 她本来潜伏多年就是要找机会取狗皇帝性命 没想到被一个奶娃娃看破玄机 被拎着的诺诺却皱着鼻子 她感觉到鼻子有点痒痒 随后一个大大的喷嚏脱口而出 这个小女孩不仅是井里仙出生 父亲还是异国暴君 可还是有刁民想害的 就在诺诺的生辰宴上 她被想毒害皇帝的侍女拿着毒粉掀食 这时诺诺突然觉得鼻子痒痒 随后一个奶生奶气的大大喷嚏脱口而出 毒粉随诺诺的鼻息吹落在侍女身上 侍女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错愣之间一口吸入毒粉 不好 慌忙之下一把丢开诺诺 宫女婉英连忙接住 挤膝之间 那个侍女便抽动着身体 口吐鲜血而亡 诺诺被这可怕的一幕吓得差点都瘦了 婉英抱起诺诺交到皇上手中 乔贵妃眼含泪水仔细查看诺诺有无受伤 心中甚是后怕 皇帝抱紧怀里的宝贝 不让她再看到那侍女的死状 眼里充满力气 把这该舌的东西拖下去剁碎了胃狗 相比他们的担忧 诺诺反而淡定地对他们咧嘴一笑 娘亲爹爹别担心 诺诺会保护你们 店内在场的所有人 被这一个喷嚏扭转局面的一幕惊奇道 纷纷低声交谈那个传闻难道是真的 皇帝曾向天祈福要一女 那晚皇帝便做了怪梦 梦里天生意向漫山遍野奇异鲜花争相绽放 第二日诺诺公主出生便自带祥瑞之招 皇帝恋爱地抱着诺诺来到众人跟前 当众宣布在诺诺三岁之际赐予封号 姚光 她温柔地看着闺女 姚光者 极大的疾诏 资量万物折野 以后诺诺就是爹爹的姚光公主 好不好 诺诺甜甜一笑 好 诺诺喜欢 既然双喜临门皇帝决定在场所有人全赏 众人兴奋举手高呼皇上英明 只有白将军跟少年安静坐在一旁 这种杀雕行为他们是做不出来的 第二天 朱朱小诺诺连睡觉都还在吃 嘴角还留着晶莹的哈拉子 这时门外一声瓷气碎裂声把她吵醒 探头一看娘亲正颤抖着身子难难着什么 伸出小手扯了扯娘亲的衣角询问怎么了 乔贵妃告诉她皇后娘娘病情恶化了 她很担心 要去探望皇后 诺诺听完也很担忧 提出要跟娘亲一起去看皇后 乔贵妃抱着诺诺来到凤一宫 只见皇后一脸憔悴虚弱的倚靠在床榻上 皇后缠绵病态多年 如今几近下不来床 她责怪乔贵妃怎可将诺诺带来 生怕自己的病会传染给她 她是天道饲养的小经理 转世成天齐国的团宠小公子 拥有能实现愿望的硬实力 得知皇后娘亲病情严重 诺诺哒哒哒哒跑到床榻边 掀起皇后的手悄悄使用能力 诺诺和皇后周围凭空出现了许多白荧光圈 纷纷涌入皇后的体内 皇后忽然觉得精神好了些 温和笑说 看到可爱的诺诺身体都轻快不少 要是我也有个女儿就好 趁着两位娘亲聊家常 小诺诺迈着小腿哒哒哒四处溜达 她闻到窗外有苦香香的味道 点起脚尖往外看 谁知竟瞧见一个宫女正往茶壶里倒东西 急忙摇摇晃晃地往回跑 边跑边说道 娘亲娘亲 诺诺看到有个宫女姐姐 在皇后娘亲的茶壶里倒东西 肯定是大坏坏 皇后闻言愣住 为她泡茶的不是她的贴身宫女清禾 乔贵妃因沉着脸吩咐婉音带诺诺出去 她不想接下来的事下到诺诺 皇后焦急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乔贵妃安抚她 姐姐放心 一切由我 我会让忘恩负义的人付出代价 清禾端着茶水进来便被乔贵妃拦住 带去了别的房间 这边诺诺仰头询问婉音娘亲怎么了 婉音告诉她皇后跟贵妃是多年的之交 谁要是欺负皇后 乔贵妃是第一个不同意的人 诺诺却突然焦急地抓住她的衣袖 泪水汪汪地说 可诺诺好害怕娘亲出事 婉音姐姐你快带我去找爹爹 婉音不明所以但还是抱起诺诺跑去找皇上 此时皇帝跟仲臣正在处理政务 两人刚到门口 诺诺便委屈地嚎啕大哭 哇爹爹救命呢 原本有些嘈杂的御书房瞬间进入寒蝉 下一秒皇帝便闪身到门口 她被吓到了 宝贝闺女第一次这么哭着求救 把众百官丢下就赶紧往闺女走去 忙问怎么哭了谁欺负诺诺了 诺诺胖乎乎的小手一边揉着泪眼 一边指向皇后方向 有个坏坏宫女在皇后娘亲水里放东西 说到这趴在爹爹身上哼哼哭 皇帝顿时心惊 冷眼瞄向婉音要她细说 婉音便把在凤衣宫里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皇帝因沉着脸吩咐婉音带诺诺出去玩 她要亲自处置让宝贝闺女铺成这样的狗东西 这个小女孩竟然能听懂动物的语言 面对黑熊的咆哮她一点都不带怕的 可这把带她的婉音吓得不成人形 这时叶斯明出现在身后一把按住她 事宜让她解决 她浑身散发出如狼王般的气息 星红的双眼死死盯着黑熊 黑熊一愣 仿佛遇到煞星一般微微颤抖 诺儿扭头看着叶斯明 大眼睛忽善忽善地诺诺喊道斯明哥哥 诺儿扯了扯叶斯明的衣角 指着笼子里的黑熊说 她毛毛里藏了坏东西 扎得她很痛 叶斯明皱着眉头疑惑她是怎么知道的 为什么她总能察觉到别人不知道的事 随机跟管里的下人拿了钥匙打开铁门 独自一人走进了笼子 黑熊朝着叶斯明呲牙却不敢攻击 谁也没看见 小诺儿正悄悄发动奇悦能力 周围有波纹一圈一圈散开 我不会让斯明哥哥有事的 这时黑熊安静下来 扑扶在叶斯明面前 叶斯明走过去在她脖子后摸索到一只断剑 毫不犹豫握住猛地将断剑拔出 叶斯明走到诺儿面前 询问她为什么会知道黑熊中简 然而诺儿却没有回答她 反而向她招招手 叶斯明不解地把头伸过来想听她要说什么 诺儿竟然用小手给她顺毛 斯明哥哥好帮傲 叶斯明瞪大了眼睛错愕地看着她 诺儿大眼睛笑成了月牙 谢谢你帮我和熊熊 叶斯明第一次听到有人说她是好人 这样奇怪的舒适感让她不禁有点羞涩 突然察觉到身后有股气息一闪而过 猛然回头却什么也没发现 但她知道刚刚的确有人 静止走向诺儿和婉英身边 低声提醒有人在监视他们 怕是图谋不轨 婉英一惊差点惊叫出声 诺儿小手赶紧捂住 大大的眼睛自信满满地道 婉英姐姐别怕 我会保护你的 婉英顿时感动地抱紧小公主 公主还这么小就知道保护奴婢 简直就是大宝藏啊 叶斯明亲自护送他们到秋水店 诺儿看到娘亲立马投怀送抱 乔贵妃满脸爱意地抱起这软乎乎的小宝贝 没事了乖乖 这几天要听话 不要独自出门哦 婉英俘身低声将叶斯明地提醒告知乔贵妃 乔贵妃欣慰道 不愧是白将军的养子 果然有过人的本领 深夜 母女两正熟睡 窗户却悄然打开 三岁的孩子能有多懂事 半夜还得照顾爱踢被子的娘亲 这时她发现窗户没关 诺儿要关好 不然娘亲会着凉的 忽然她看到又有黑色气息弥漫过来 诺儿满脸严肃 正想探头看看是什么坏坏的东西 突然一只羽箭直直射向她 玩炉子了 我死了小哥哥会不会想我 关键时刻义禀欲如意及时挡住 乔贵妃眼含沙发 冷声喝道 无耻贼人 胆胆伤本宫女儿 乔贵妃可是有无双剑法郑国公的敌女 身法了她 对打了几下刺客就绝吃力 诺儿早已找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 小手扒拉着桌角 两眼放光崇拜的看娘亲打坏人 娘亲好帅好厉害 没几回合 刺客便败下阵来 麻的 亏大了 没说这么难搞啊 乔贵妃冷眼看她 说吧 谁指使的 说出来说不定还能饶你一命 这是诺儿也奶生奶气的插话 刺客小叔叔 你说吗 娘亲可以给你双倍迎奏 乔贵妃无语 这孩子是金钱如粪土的口气是在哪学的 刺客却摇摇头 做这一行 我是有逼格的 要杀药寡西听尊便 诺儿眨巴眨巴大眼睛 那就换个办法 我们买你转头去杀她 我们更有银奏 乔贵妃也跟着施压 你要知道 把你交给皇帝享受的是酷刑 而如今最好的退路 我的宝贝已经告诉你了 小弟弟 时时误者为俊杰 刺客小哥文言低头思索片刻 便答应了下来 随后跳窗离取 天高蒙蒙亮 皇帝处理完事情便赶了过来 看到母女安然无恙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这时婉英进来禀报 交礼仪的胡嬷嬷已经到了 正等小公主醒来 半睡半醒的诺儿听到胡嬷嬷要来 瞬间清醒 随即又假装睡得很香 等爹爹娘亲走后 立马惊慌地坐起来 不行不行 胡嬷嬷太可怕鸟 绝对不能见胡嬷嬷 得赶紧逃跑 小家伙一顿手忙脚乱的飞快穿好衣服 但是如果就这么走了 婉英姐姐会挨骂的 于是找到纸笔写写画画起来 一番操作后 只见宣纸上歪歪牛牛写着 肉乎乎的小身子翻过窗户跳了下来 去找四名哥哥吧 他一定会保护诺儿的 三岁小公主为了不上幼儿园 竟然跳窗离家出走 这可把女儿奴的皇帝跌跌急地跳脚 为什么公主会不见了 你们都是怎么照顾真的诺儿的 要是找不到诺儿都不用活着了 而诺诺此时却躲到了将军府 还热情地跟白将军夫妇打招呼 白夫人一脸错愕 小公主怎么会在这里 白将军解释她是在半路捡的小公主 白夫人担忧 那皇上肯定不知道小公主出来了 要是怪罪下来就不好了 诺儿仰起笑脸安慰 没关系的 是诺儿自己要来找四名哥哥玩的 爹爹不会怪你们的 白夫人这才放下心来 公主愿意跟四名亲近也是她的福气 但她现在还在睡觉 诺儿决定去叫醒夜四名一起玩 可外面细雨秘密地落着 四名哥哥的房间在对面 诺儿犹豫地探了探爪子 要是跑过去会淋湿的 突然她想到一个主意 小手扩在嘴边大海 四名哥哥诺儿来找你了 喷一声 屋门被人从内猛地踹开 夜四名长发披散 眼里满是没睡醒的狂躁 瞪着诺儿咬牙道 你好丑 诺儿丝毫不在意她的抱怨 朝她兴奋挥手 突然她脚下一滑 踩到廊上的积水往后倒去 眼看就要跟地面来个亲密贴贴 想象中的疼痛没有发生 她被人稳稳地提在手里 诺儿两眼崇拜地看着夜四名 四名哥哥好厉害 一下子就接住诺儿鸟 但能带我去你房间玩吗 夜四名没回话 抱起她便跑进了雨里 还不忘用手挡在诺儿头上 为她捡去雨丝 诺儿也温柔地为她擦拭雨珠 夜四名觉得这小家伙 静青如羽毛 天天都没吃饱吗 果然刚一进门 诺儿的肚子就唱长征 夜四名无语地看着她 随即询问诺儿想吃什么 哪知诺儿很认真的回答 我想喝娘亲的奶 下一秒直接被扫地出门 回家找你娘去 雨过天晴 夜四名为她猎来了一只小鸟 诺儿瑟瑟发抖 夜明哥哥好残忍啊 小鸟那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小鸟 夜四名挟了她一眼 你可以不吃 可下一秒诺儿便留下了 精明的哈辣子 好可怜 但是好像好好吃的样子 四夜明无奈 只能直接端到这个 口是心非的小妮子面前 吃饱喝足的诺儿 却赖在四夜明床上不走了 打了的大哈欠 诺儿还想跟四明哥哥 再待一会 说完便靠在她身上 诺诺地问 你总是一个人 肯定很孤单吧 声音里带着困倦的懒散 诺儿跟白伯伯是 四明哥哥的家人鸟 夜四明一正 侧眸看去 小家伙却已经睡着了 似梦似醒间 诺儿还嘟嘟囔囔道 诺儿会保护四明哥哥的 三岁的奶娃娃说要保护她 说起来荒谬 但夜四明感觉心里很温暖 三岁小公主为了践心上人 冒雨离家出走 在小哥哥家里 不止吃了可怜的小鸟 还在小哥哥身上睡觉 吃饱睡足的诺儿 终于肯回家了 白将军要将公主送回宫里 诺儿探出小脑袋 招夜四明和白夫人挥手道别 夜四明却无动于衷 他心里是舍不得小家伙的 而诺儿满脸期待地等他回应 夜四明看着笑得 很是甜美的小家伙 终是不情不愿地挥了挥手 诺儿心里甜甜的 一天的相处 让彼此之间亲密了很多 临走前还不忘给小哥哥送的绯闻 这回夜四明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 慌忙转身回屋去了 第二天一早 乔贵妃皱紧眉头 质问诺儿为什么不想见胡嬷嬷 诺儿想说其实不是不喜欢胡嬷嬷 从她一压血雨开始 就一直是胡嬷嬷在照顾 而如今胡嬷嬷年事已高 诺儿不想胡嬷嬷在劳累 只得跟娘亲说是因为胡嬷嬷 老是说她吃太多 乔贵妃没想到是这种不成理由的理由 但既然诺儿不喜欢 那就把胡嬷嬷辞回老家吧 便让婉英将胡嬷嬷换来交代 看在多年的情谊上 赐予了胡嬷嬷黄金百两 随后问一旁的诺儿 有没有话跟胡嬷嬷说 诺儿小手拽紧 她舍不得胡嬷嬷 很多话想说到了嘴边 却生生忍住 没有了 胡嬷嬷再见 宫门口 侍卫正要搀扶胡嬷嬷上马车 诺儿却独自追了出来 一把抱住胡嬷嬷伤心的哭诉 对不起胡嬷嬷 诺儿很喜欢胡嬷嬷 诺儿知道胡嬷嬷想看新生的孙儿 所以诺儿不能那么自私 诺儿想胡嬷嬷回家 只能骗娘亲不喜欢胡嬷嬷 您才能辞退回去 胡嬷嬷一定要想诺儿 胡嬷嬷嬷也是含泪不舍 而这一幕都被叶思明看在眼里 白将军也带来消息 皇上打算要让诺儿上学院读书 指明要叶思明做小公主的护卫 等惠惠跟静卫进行比试 话没说完就被叶思明打扮 你是说 只要把比试之人都打败 就能和公主一同竞选 是这样吗 傲娇少年未陪三岁的媳妇上幼儿园 决定打败所有竞选之人 比武场上 进军中的鼎歌的高手齐聚一堂 年纪稍小的叶思明显的鹤立鸡群 得知可以贴身保护皇上最宠爱的小公主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美差 众人都决定使出吃奶的劲 这让白将军有些担忧 叶思明要是被打压得太厉害 就算当着陛下和公主的面 他也要喊停 不到一盏茶时间 白将军得偿所愿的大吼着 停 快停 不可如此欺辱人 只见叶思明抬脚踏在尸堆上 早已把参赛者打得他们妈都不认得 叶思明指着其中一道不快道 是他偷袭我在先 诺儿被逼587的小哥哥惊呆了 而皇帝脸上却看不出丝毫表情 诺儿偷偷描向爹爹 决定为小哥哥加分 随即扑到爹爹怀里撒娇 诺儿也觉得竟为叔叔偷袭不对 可这样显得思明哥哥更厉害呢 十八爹爹 皇帝宠溺的报警宝贝闺女 诺儿说得对 但皇帝还是安排叶思明每三天变进攻严加训练 诺儿大大的眼睛写满了反对 思明哥哥是个活生生的人啊 不是爹爹养的猛兽 皇帝安抚地揉了揉诺儿发底 解释是为了将叶思明培养成最厉害的侍卫 才能保护好他 诺儿却不一 波光水灵的大眼睛就看着爹爹 那诺儿的侍卫要和诺儿心意才行呀 让思明哥哥跟诺儿多接触比训练更好啊 皇帝被自家宝贝闻化了心疤 是正肤浅了 怎么可以拒绝小棉袄的需求呢 于是大手一挥 听公主的 即日起叶思明便陪着诺儿吧 文言诺儿高兴地抱着爹爹又是一顿撒娇 在场的人背着女儿奴的皇帝整个汗颜 而白将军只希望身边这个少言寡语的少年人 千万别说不干了 叶思明定定地看了诺儿好一会 随即绅士地弯下腰直接道 我接受 众人见他答应终于松了口气 比试已完 皇上便带诺儿先离去 临走前诺儿还朝叶思明扮鬼脸 见人走了 白将军好奇询问 叶思明不是觉得跟人相处麻烦吗 怎么还答应了 叶思明没有回答 只是嘴角勾起一抹笑 他是如此可爱之人 为何不应 而他也不知为何 只要想到守护在他身边的人不是他 竟觉得无比烦躁 马车里 诺儿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这个小女孩不仅能听懂动物的语言 还拥有实现愿望的超能力 更能看到人内里飘散出来的善与恶 而今天他会帮娘亲给皇后挑选有福气的宫女 但诺儿可是要报仇的 一双大大的眼睛闪亮亮的看着娘亲 那回去后要给诺儿两颗糖糖 乔贵妃以为他是贪吃糖 诺儿养起小脑瓜解释这是要给思明哥哥的 因为上次去白将军家里玩 小哥哥请诺儿吃的烤鸟真的超难 乔贵妃看向身后一直跟随着的叶思明 倒是赞赏他的耐性挺不错 跟了一路都没有显出一丝的不情愿 管是太监早已带着四个宫女等在台阶下 这时乔贵妃的翡翠簪子突然滑落坠底 只听啪一声翠响 簪子从中断成两劫 乔贵妃没想到插得好好的簪子会掉落杂碎 还是在给皇后姐姐选宫女的阶段 不有感觉不吉利 跪着的一个宫女快步上前 双手捧起破碎的簪子 她微微去身 不卑不亢道 恳请娘娘将这吉利的簪子赐予奴婢 乔贵妃挑眉询问 簪子断了本事寓意不好 何来吉利之说 宫女却说簪子断裂时必定带走了不吉利 此时她身上留下的是娘娘身上的福气 乔贵妃很满意这宫女的机灵聪明 决定留下她 随后她问怀里的诺儿觉得哪个宫女好 诺儿看着这个宫女却皱起了眉头 只见宫女身上散发出阴沉的黑色气息 明显是坏坏的姐姐 突然她看到跪在最后面的宫女周身灵气围绕 眼睛一亮 小手直指那个宫女 娘亲娘亲 诺儿觉得那个瘦瘦的姐姐好 随即哒哒哒跑到那个瘦瘦的宫女面前 姐姐来 跟诺儿走 叶斯明一把将诺儿挡在身后 赤眸看着地上的宫女 宫女被她看得瑟瑟发抖 因为在她眼里 叶斯明身后赫然是一头巨大的黑狼虚语 这个三岁的小包子 竟是井里先转式的小公爵 还拥有看人运势的本领 诺儿说在评论区爱特个小宝贝来占好运 今天她携带小哥哥一起为皇后挑选宫女 跪着的穆书珍瑟瑟发抖 她是修道之人 能看到从叶斯明身上幻化出来的黑狼虚语 黑狼警惕地游走在她身边 似乎是在确定她是否具有危险因素 诺儿来到穆书珍身边 小手挡在嘴边小声说道 穆姐姐你不要装了 诺儿知道你是修道的人 穆书珍一惊 自打她入宫以来 这是头一个直接了当说出她秘密的人 诺儿仰起笑脸一脸纯真 告诉穆书珍因为她能看到修道人身上的光 而且还知道宫女阿云没孕缠身 娘亲看起来很喜欢宫女阿云 肯定会选她给皇后 所以诺儿希望穆书珍能留下来替皇后消灾 还提点穆书珍只要能当到皇后 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为修道人证明得到重视 穆书珍有些惊讶三岁的小公主 为她想了那么多 目光盈盈有感动之色 乔贵妃时刻注意着诺儿的动静 她不知道诺儿看上了最臣之女何处 但诺儿一向有福气 想必她选的人不会有问题 这时婉英禀告皇上有事找小公主 诺儿得知爹爹也需要她的帮忙 不禁洋洋得意 觉得爹爹娘亲可都不让诺儿省心 不过这样子诺儿就能有四克堂堂了 御书房内 张玉石秉奏买卖官位 富家子弟顶替寒门学子仪式已有眉目 买官之人是富商纪勇望 而近几日会举办宴会 张玉石也在邀请之内 诺儿被爹爹抱在怀里 闻言嘴巴一绝 什么 居然有坏坏作品 诺诺不允许 卡兹兰的大眼睛看向爹爹小拳头握走 诺儿要和爹爹一起去打坏人 皇帝低头宠溺地看自家闺女 吩咐张玉石 开业那日凡是认识真的都不准去 正会带诺宝顶替爱卿身份前去赴宴 三岁小公主为何心上人逛街 镜片暴君爹爹是去看小脑府 不知情的爹爹还嘱咐宝贝女儿要小心脑府 纯真的小哥哥不明白脑府有什么好看的 诺儿小手抵在小嘴边 神神秘秘道 嘘 诺儿要带小哥哥出宫完 评论区的大宝们快爱特的小宝一起去 叶斯明明显没什么兴趣 懒散地看着他 诺儿兴奋地数着宫外的新鲜玩意 还有能让诺儿从街头吃到街尾的美味食物 叶斯明宠溺地笑笑 就是个小吃货 诺儿边走边软弱哼几道 斯明哥哥你肯定很少上街吧 今天诺儿就带你见识见识外面多有趣 走着走着诺儿突然停住 似是想起什么 只见他转身面对叶斯明 小手高高举起 斯明哥哥我要抱抱 宫门太远了 你抱我去找车车好不好 说吧水汪汪的大眼睛期待地看着叶斯明 可等了好一会 叶斯明还是没理他 委屈地低下头 模样弱小又可怜 叶斯明无奈叹了口气 弯腰身臂直接将他捞进怀里 娇气了小东西 诺儿可不闹 小哥哥抱他了超开心 上教前 叶斯明好奇询问以她是备受宠爱的公主 如果觉得宫女有问题 大可直接跟贵妃说吧 诺儿摇摇头 奶生奶气说叫道小哥哥这你就不懂 爹爹娘亲虽然很疼诺儿 但是随便提要求也是会被当成任性的 叶斯明一愣 他没想到自己竟会被一个奶娃娃叫到 随即玩耳一笑 算了 谁叫她是顾诺儿 然而出宫时马车却和别人相撞 对方正是富商技家的少爷 只见那几少爷一副吊儿锒铛的样子 下车便嚣张扬言要拿零花钱砸死诺儿他们 诺儿从没见过如此活腻之人 小脸带了恼怒 叶斯明阴沉着脸吩咐怒儿做好 他来收拾 俯身邪魅一笑 在季家少爷还没反应过来时 一脚踢向他门面 只听扑通一声 季少爷直接被踢落水里一阵扑通 他的恶仆见状直接把叶斯明包围住 热血的活动筋骨让叶斯明兴奋 只见他勾勾手指率气道 别浪费时间 你们一起上 三岁小公主带男朋友逛街 一群恶霸竟要抢他去做童养戏 此时恶仆们举着棍子把叶斯明为主 季少爷狼狈地从水里爬上来 眼神怨赌 指着叶斯明呵斥仆人狠狠地打 叶斯明缓缓后退 引导他们远离马车 他一个人打几时都没问题 但怕他们去伤害诺儿 就在他跟几人搏斗间 还是有个恶仆探进了马车 叶斯明发现了 顿时咬牙 一拳难敌四手 他现在根本脱不开身 而诺儿已经悄然发动能力 只见他周身围绕着 别人看不见的阴蓝四线 坐在原地没有丝毫惊惶 一脸天真的询问恶仆找他有事吗 恶仆一脸邪笑 扬言要带他回去做童养戏 诺儿无奈地叹了口气 目光带着一股清朗的气势 粉唇轻起诺诺道 大叔说你这么坏 那诺儿可要惩罚你了 说吧 小手点断了一条蓝丝 原本安静的马儿突然一声斯明 前脚抬起狠狠踢向恶仆被击 扑通一声 那恶霸直接被踢得口吐血沫晕了去 旁边的同伙吃了一惊 卧槽 什么情况 叶斯明健壮眼神一粒 诺儿只有他能欺负 不由加快了动作 不一会恶仆就被打得鼻青脸肿 不会再底 可打红了眼的叶斯明 一点都没打算放过他 拿着刀子便要下杀手 恶仆被吓得尿失尽 不住地痛哭求饶 这时微风吹来 带来了一股甜甜的奶香味 是诺儿 小家伙站在马车车框 正担忧地看着他 叶斯明不由想到 上次杀一只麻雀 他都能吓得发动 这次若是杀了人 会不会把他吓坏 想到这 莫名地觉得心中些许痛楚 体内的狂躁也逐渐平静下来 他竟舍不得看到他哭 随即提起吓晕了的恶仆 把他们丢在一起 冷漠说到这次就放过你们 季公子见他的人都被叶斯明打倒了 更是气急败坏的谩马 决心要找机会整死他们 叶斯明没理会身后螺椅的笑脚 来到诺儿身边询问到吓到没 诺儿仰起笑脸安慰他自己没事 然后很兴奋地握紧小粉拳回来回去 斯明哥哥真的太厉害了 就这样这样那几个坏坏就被打倒了 我就说带斯明哥哥出来玩果然没错 最安全了 叶斯明宠溺地看着他 随后两人来到诺儿最喜欢的茶楼 进去后熟练地点了一壶热茶和几盘糕点 叶斯明无奈叹气 点这么多小肚子装着下吗 诺儿趴在狼眼上 发现楼下竟然有石周棚 他本是受万千宠爱的小公主 如今却只能在街头乞讨 就在前不久 诺诺发现楼下是他为了让恶人感谢归正 而叫跌跌开的石周棚 为了看那些坏坏有没有好好发愁 诺诺决定微服私房 于是跟店小二要来了乞丐服 叶斯明定定地看着眼前的小家伙 他生下来就是娇生惯养的尊贵小公主 如今为了体察民情 竟愿意穿破烂衣服假扮乞丐 片刻后 两个小乞丐便出现在队伍里 叶斯明打量半天 发现来领州的居然都是青年人 诺诺文言看了看 却没多想 以为是天气太冷老人小孩都在家里等待 叶斯明没有回话 低头看了眼诺诺 这么冷的天小家伙穿着单薄的粗布衣 早就被冻得直哈气 轻声交代他在原地等着 便转身离开 没一会便回来了 拿了两个热乎乎的烤红薯递给了诺 诺诺眼睛一亮 斯明哥哥真好 这是一个消瘦的文弱书生询问 怎么就你们两个小孩过来领州 书生告诉他们发粥的无赖欺压惯了人 虽然有粥喝是好事 但能不能拿到家里还成问题 所以排队的都是小伙子 说话间 叶斯明也察觉到了异常 阴森森的暗像里有几个人盯着这边 轮到诺诺领粥 他养着小脸奶生奶气说 叔叔 给我打粥吧 谁知地痞却一脸音效 哟 奶娃子想喝粥呀 那让叔叔亲一下好不好 说完还打翻了诺诺的瓷碗 只见斯明哥哥给他买的红薯滚落在地 叶斯明见诺诺被欺负 眼神一立就要出手 诺诺突然爆发出伤心的哭声 小脸上磕磕泪珠滑落 这边的吵闹引起了指手官兵的注意 百姓们纷纷告诉官兵地痞欺负人 叶斯明见地痞得到教训便没再理会 他手脚慌乱的不知道要怎么安慰这小妮子 逼着头的诺诺却调皮的偷笑 叶斯明还在不知所措时 却见诺诺转头仰起小脸吐了吐小粉蛇 斯明哥哥我装哭的了 是不是紧张诺儿了 叶斯明无语地看着他 诺诺连忙扯着他的衣袖解释 他是真的心疼斯明哥哥给的红薯 而且那周吸得跟水一样 根本吃不饱 诺诺要把这一切告诉爹爹 叶斯明哪会跟他生气 一把抱起他 好 我们还完衣服就回去 可衣服没还上却遭到了埋伏 两岁小女孩花五万两黄金 买了两套乞丐服 只为了体验一把讨饭的滋味 没想到因为太有钱 一群坏坏想杀人劫财 诺诺怒了 这样欺负人 难道不怕王法吗 恶徒坏笑着说他就是王法 说完几人瞬间出手 尖刀差点贴到诺诺鼻尖 叶斯明抱着诺诺灵活躲过 但他也恼了 叫诺诺闭上眼睛 他要杀了他们 诺诺不想小哥哥杀人 赶紧暗暗发动能力 只见土地突然裂出条条大风 一阵地动山摇 下一秒便凹出个大坑 恶徒们顿时往坑里掉去 叶斯明没反应过来 连带着诺诺也往下坠 跌落瞬间 他下意识将诺诺往外面扔去 他怎么可能会让小东西受伤 诺诺见小哥哥也掉落坑底 急得呼唤 叶斯明站在洞坑中 手死死捏住恶徒的脖子 敢欺负诺尔 你们活腻了 正当恶徒的活儿要因召化而去时 叶斯明头顶甩下来一条绳子 他疑惑地往上看去 诺诺魂身脏兮兮的 眼角还挂着泪珠 手里拽着不知从哪找来的绳子 半个小身子探出了坑眼 谁知脚下土质疏松脱落 诺诺瞬间往下掉 电光是火间 叶斯明快速接住了诺诺 伸手敏捷地跳出坑洞 诺诺拍手叫好 斯明哥哥好厉害 叶斯明斥责他怎么可以跑回来 诺诺一脸严肃地说 斯明哥哥还在下面 诺诺怎么可以抛下你啊 咱们是一家人了 叶斯明文言为之动容 刚想说什么 不远处传来吵杂声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叶斯明抱起诺诺把腿就跑 继辅家宴当日 皇帝带着诺诺以二人掌而枕子 所以蒙面来参加宴席 皇帝决定和诺诺分开行动 让诺诺在孩子当中打探情报 诺诺面露兴奋地接下任务 抓坏坏 他最喜欢了 叶斯明不知从哪冒出来 他不放心诺诺独自行动 早就跟在了他后面 这时两个衣着华贵的小女孩 出现在诺诺面前 黄衣女孩上下打量了一眼诺诺 满脸嫌气到 生病还来计家蹭饭 诗像也太难看了吧 谁能想到几岁的小女孩 竟把活人当射箭的玩具 诺诺阴沉着小脸 她没想到居然有这么恶毒的人 红衣女孩向诺诺介绍玩法 那就是看谁不顺眼就射向谁就行 诺诺很生气 他们可是活生生的人呢 红衣女孩嘲笑诺诺胆子小 活人又怎么样 箭头都是特意处理过的 怎么都死不了人 诺诺看了看箭头 确实是射不死人 但是砸到人身上也会亲子 诺诺冷声质问红衣女孩 他们平时是不是一直被关着 红衣女孩一时被诺诺的气势震住 不自觉就回答她的话 才 才没有一直关着 而且他们没地方可去 是我爹爹收留他们 不然早就饿死了 看见诺诺拿起弓箭 黄衣女孩比诺诺估计连弓都没碰过 小胳膊小腿的能拉得起来吗 诺诺无语地看向他俩 哼 竟然敢小瞧本诺诺 唇角微微勾起 笑得像个小狐狸 举起弓箭对准两个坏女孩 坏女孩一惊 她想干什么 她怎么敢 诺诺一脸无辜道 不是你们说要是看不顺眼的人吗 我又好好按照游戏规则玩哦 说巴拉弓的手一放 语剑从两坏女孩的中间穿过去 两人直接被吓得瘫软在地 诺诺查理查气道 哎呀 我射偏了 不好意思 反应过来的两人急忙爬起来逃跑 诺诺嬉笑 姐姐们别跑啊 诺诺还没玩够 黄衣女孩边跑边喊人抓住诺诺 一群仆从纹身赶来 却被叶思明拦住 想过去吗 那还得看我同不同意 而这边的骚乱也引起了参业人员的注意 技家少爷技童业不满大吼道 是谁敢在我技家闹事 活腻了 诺诺转头一看 这不是那天撞他马车的大坏坏吗 还派人在巷子里暗杀过他和思明哥哥 余光瞟见跌跌也跟在人群后 诺诺小脑袋一亮 让大家看一出好戏吧 诺诺悄悄发动超能力 对着技童业吹了一口掀气 技童业便缓缓抬起手 对着自己的脸就啪啪啪地打下去 嘴里还念着 你们别过来 不是我的错 别过来 技勇妄想要阻止发电的儿子 技童业却像是见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直接奋起一拳打在轻爹脸盘上 趁机骑在他身上狂揍 嘴里嚣张地说着 我能弄死你一次就能弄死你第二次 叫你出来下本少爷 打死你 打死你 孝顺儿子竟当众殴打起了轻爹 只因他把轻爹当成了鬼 诺诺见到的差不多了 便拍了拍小手 下一秒 技童业便清醒了过来 他一脸惊恐地看向捂着脸的轻爹 说之前让他处理掉的人 变成鬼来找他索命了 技勇望脸色一变 余光心虚地看向身后 气急败坏道 你在胡说什么 哪有这样的事 众人离得不远 他俩说的话都听得清清楚楚 诺诺小手插腰 软糯的乃音插话道 前几日记少爷不意撞别人的马车 还想打人家一顿 如果遇到地震不是被砸死就是送官府 行不上书 圣纯不想让他继续说下去 急忙叫人要把诺诺打一顿丢出去 诺诺不慌不忙指着技勇望继续抖 所以技伯伯买通了官府 把活着的人也杀死了 而且圣纯伯伯凭什么打我啊 你们草贱人命 该打的是你们 随即仰头对着皇帝一顿委屈的撒娇 爹爹 他们想打诺诺 皇帝抱起女儿 必把摘下都冒 圣纯呆住了 怎么会是皇上 技勇望脚一软 颤抖着身子跪了下去 皇帝森冷着声音质问 震得诺宝岂是你们能随便欺负的 技家到底还有多少勾当 圣纯你可知道 诺诺也乃生乃气地附和 你们还是老实交代吧 要是被爹爹搜出来 你们想解释也晚了 这十夜四明前来起奉 他在技家地窖中找到了被关押着的少男少女 据他们所说 技家小姐和刑部上书家的小姐 常对他们百般凌辱 皇帝文言冷声道 技勇望作恶多端 即刻问斩 圣纯除去官职全家流放 临走前还不忘威胁众人 今日参宴的所有人 如若伤害公主 避诸九族 威严的皇帝转头却向诺诺求夸奖 诺诺毫不吝啬地给了个大门 叶斯明不爽地看着这其乐融融的一幕 小家伙是不是忘了他也该有奖励 皇帝似是察觉到了什么 一眼瞪向叶斯明 叶斯明也不甘示弱地回瞪他 心里同时想着 这家伙看起来真讨厌 这时一阵咕噜噜声响起 诺诺不好意思地说 是诺宝饿了 随后一手一个千旗两人 往将军府走去 爹爹我们去斯明哥哥家蹭饭饭吧 这个皇帝每天都要喝三百斤醋 一天不喝就浑身难受 只因他三岁的女儿居然有了男朋友 这让女儿奴的皇帝怎么受得了 未给女婿下马威 他决定把叶斯明灌醉 没成想把自己行断趴下 诺诺不明白 爹爹怎么连喝水都能喝倒 他嗅了嗅小鼻子 这谁怎么香香的 诺诺也想尝尝 叶斯明直接挡住他的手 目光冷缩缩的扫向他 你要干嘛 诺诺心虚地撅着小嘴 我就是想看看什么水水 能让爹爹瞬间睡着 叶斯明直接倒破他小心思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你还小 这种东西不准看 更不准喝 要是有人要劝你喝酒 我一定会杀了他 知道吗 诺诺见斯明哥哥这么关心他 开心地扑进他怀里 巴基一声给了叶斯明一个大青青 叶斯明强装淡定 内心却早已乐开了花 嘿嘿 诺诺亲我了 吃饱喝足 坐不住的诺诺拉着小哥哥 变胜接完 不知不觉逛到旁人摊子前 诺诺眼睛一亮 指着唐人期待地看向叶斯明 斯明哥哥请我吃糖糖吧 叶斯明见他喜欢也没拒绝 手往怀里掏了掏 顿时恶然 糟了 他忘记带钱了 诺诺见他半天不动 奇怪地问他怎么了 叶斯明不想让他失望 一脸尴尬地让他在这等他 还没等诺诺反应过来 便一溜烟跑了 诺诺疑惑小哥哥要干嘛去 他也想去 拔起小脚就追追 可他这小短腿 拿比得过大长腿的叶斯明 跑到一半便发现 完了 他追丢小哥哥了 这时他看到树后面 有个很像叶斯明的背影 于是跑上前去 却看到一个陌生男子 正抱着一个女人 从没见过这样的绝世渣男 竟被这未婚妻与别的女人私婚 不料被寻找叶斯明的诺诺撞见 只见渣男将萧然 深情款款地对少女说 他跟未婚妻只是逢场作息 根本不是真心的 他心里只有他硬核 少女硬核一脸娇羞询问 那你现在去退婚与我澄清可好 江萧然明显一愣 随即反应过来 语气充满凌云状 知道她是励志要征战沙场的男人 现在提亲是对她的不公 所以硬核宝贝先回家等我 待我凯旋儿规定 当八台大轿娶你过门 诺诺炯了 小姐姐你表现他位 她明显是在骗你点 可恋爱中的女人哪里带了脑子 早就被她哄得内牛满面 乖乖回家等她的江郎去了 诺诺无奈服了 小姐姐太好骗了 这是一道阴森森的声音出现在江萧然身后 未婚妻张景玉冷声质问刚刚的女人是谁 别告诉她婚约再继 这男人还在外面勾三搭四 江萧然慌忙解释 那是硬核 她对我纠缠已久 刚刚我已经言辞拒绝了她 叫她别再对帅气多惊的我痴心妄想 张景玉半信半疑 江萧然放浪花心的传言她有听说过 见她不信 江萧然赶紧牵起她的手按在胸口 深情真诚且专注地告诉她 她从里到外只属于张景玉一个人的 一旁的诺诺看得小内心早已燃气熊熊怒火 诺诺好气好气 竟然这样欺骗小姐姐们的感情 一定要让小姐姐们知道真相 诺诺发动超能力 不疑会 还没走远的硬核便被一股力量拍回来 硬核揉着被摔腾的额头 疑惑自己是怎么回到这里的 抬头便看到江郎正和另一个女人亲嘴 她难过的出声询问江郎这是在干什么 她不是说一定会来娶她的吗 江萧然惊悚了 她怎么会回来 见人到齐了 诺诺蹦出来奶声奶气道 小姐姐你们都被这个坏坏给骗了 诺诺看得很清楚 这个坏坏先跟硬核姐姐说 她对锦玉姐姐只是虚心假意 没有真心的 然后又对锦玉姐姐说 硬核姐姐被她拒绝后还对她痴心妄想 反正错的是你们两个她可无辜了 气急败坏的江萧然挥拳便要打诺诺 却被一股无形的阻力挡住 下一秒便被谭妃落入水中 诺诺摊摊手 叫你欺骗小姐姐们 连老天都看不过去 这下子遭报应了吧 既然已经看清了渣男的嘴脸 他们也不再留恋 挥手跟诺诺到别 江萧然一身狼狈地爬上岸 伸手便要抓这个脚黄她两段姻缘的罪魁祸首 突然 一只强而有劲的手瞬间抓住她的手腕 叶斯明冷冷说道 你敢碰她 我就废了你 三个恶霸竟敢向七国公主索要钱财 还扬言不给钱就拧断他们的手 诺诺悄悄问叶斯明这是肿磨肥事 就在前不久 叶斯明想给诺诺找买糖的钱 遇见街边正有人在表演胸口碎大时 班主扬言 只要能徒手劈开锯石就立马奉上十两文银 叶斯明为了银子便接下了表演 谁曾想没控制好力度 不止十块碎裂 下面的人也被打成了重伤 叶斯明告诉诺诺他们要她赔五十两 诺诺知道斯明哥哥不是故意的 可是杂耍叔叔也很无辜 诺诺转头一脸天真的看向江萧然 突然抱住她的大股 王屋一声开始假哭 大哥你别舍不得那点钱了 二哥不是故意打伤人家的 大哥你赶紧把钱钱给人家付了吧 江萧然冷不防被诺诺整这么一出 还有点吗 班主凶神恶煞地盯着江萧然 既然是他们的哥哥 地寨胸长天经地义 赔钱 诺诺见江萧然成功吸引了火力 赶紧拉着叶斯明跑路 等跑远了 诺诺才松了一口气 也算是给那个渣男一点教训 这时叶斯明立给他一个纸包 诺诺打开一看居然是他想要的那个汤人 叶斯明有点不好意思说道 诊金该赔 但我毕竟碎了那大事 应得十两文银 他们不给我就自己拿了 总之 不想少了你这吃的 诺诺感动地扑进他怀里 斯明哥哥最最最好了 皇宫里 诺诺背着娘亲抱着小脑斧在忙或者什么 老话说得好 孩子静悄悄必定在作妖 乔贵妃连忙叫诺诺转过来让他看看 听到呼唤诺诺和小脑斧一起回过头 一人一虎话的像个唱戏的 滑稽又好笑 乔贵妃被这小导弹逗笑了 怎么就想起要祸害他的胭脂水粉呢 诺诺表示父皇不让他出去玩 他无聊到要变成小魔果了 而且他已经好几天没见到斯明哥哥了 乔贵妃告诉诺诺 他父皇拼酒拼不过一个孩子正闹脾气呢 这时门口传来一呼唤 只见一个清秀儒雅的少年出现在门口 少年轻笑 诺儿宝贝 想二哥哥了没 他贵为皇子 却是个穷小子 为了不让扣门的母妃发现 他只能偷偷藏私房钱 没成想藏起来的钱居然不见了 就在钱不远 二皇子来找诺诺丸 并送给他一个价值千金的雪琉璃 乔贵妃无奈 一个个都这么惯着诺宝 早晚惯坏的 随即询问二皇子的母妃怎么没一起来 二皇子俊脸一垮 没事提他干嘛 为了不让乔贵妃再追问下去 打了声招呼抱着诺诺就跑出去玩了 乔贵妃轻笑 这孩子估计又跟他娘亲闹别扭了 冷宫里 诺诺悠闲地吃着小苹果 好奇为什么一提到二哥哥娘亲 他就跑 二皇子俊八八告诉他 他娘亲老是假借帮他保管钱财品他钱 害得他只能在这下人的冷宫偷偷藏小钱钱 他的钱钱只有诺宝能用 只见他挥动小铲子 不一会 一个亮闪闪的宝箱出现在眼前 二皇子得意地拿出一个金元宝 只要把他放进去 就存够一千两了 二人满怀激动打开宝箱 下一秒却呆住了 原本应该满满金子的箱子 却空空如也 二皇子只觉他的活儿要因召化而去 他的钱钱呢 是哪个龟孙子偷走了 诺诺闻到粘在箱子上的药香味 突然他看到房间窗口有人一声过 连忙跑过去打开房门 一个清秀少年站在门后 二皇子惊讶 老三他怎么会在这 随即恍然大悟 箱子上有药香味 而老三成天泡在太医院身上 自然浸染了药香 是他偷了银子 两人四目相对 顿时火花四剑 偷什么偷 是剑 今天正想还回去 只不过慢了你们一步 诺诺插话道 二哥哥别误会三哥哥了 三哥哥肯定是有什么男士 才拿了钱钱用的 三皇子行为 还是诺宝懂他 随后解释他之前来这里 是想找枯骨花 无意中挖到他们藏的钱 而他急需这种药草 所以才挪用了他们的钱去买了 枯骨花 据说是治疗外伤的特效药 三哥哥是受伤了吗 三皇子告诉他是要给新兵用的 前些日子尚未训练好的新兵 被官府召去围剿土匪 不料对方人数远超预计 导致新兵中很多人受伤严重 可却数月得不到救治 诺诺一惊 可朝中并未有人告诉过爹爹这件事 三皇子表示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没人说 他只知道要先救人 诺诺满脸严肃 这怎么行呢 诺诺要去看看 不过他要带上四名哥哥 请不吝点赞 订阅